大家好 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 这里每天为大家提供最新最热的娱乐八卦新闻 喜欢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黄磊丽顶女儿黄多多进圈上热搜再次被嘲笑 网友表示实在看不下去了 相信很多朋友之所以知道黄磊的女儿黄多多 还是因为当年的亲子综艺节目 爸爸去哪儿 在当时是绝对意义上的爆款综艺 播放量遥遥领先 让其他的综艺节目望尘莫及 很多网友表示这几个明星家长的操作 其实也有为了让孩子未来能够更容易地 进入娱乐圈做准备的嫌疑 就从现在的情况去进行分析的话 其实嫌疑最大的就是黄磊了 热搜不痛不痒 其他家长的孩子现在的曝光率并不高 但是黄多多就不一样了 就在最近 孙力晒出自己的女儿黄多多和何炯 在为话剧《水中之书》排练的一个视频 这一点其实还是非常正常的 作为母亲给正在排练的孩子拍视频 还给他加油打气 不过很多网友就是觉得 最近几年的时间里面 黄多多出现在热搜的次数 确实有那么一点太多太多了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黄多多的这些热搜 他看上去就不像个热搜 什么黄多多留了一个短发 被拍到气质不错 最近开始健身了 个子长了 腺尾便流起来了等等 根本就没有什么爆点 都是不痛不痒的内容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 这就是媒体闲了没事干 但这么大一个娱乐圈 怎么可能没有爆点的新闻存在 除非黄多多想得出什么事情了 要不然这么不痛不痒的事情 肯定是没有办法上热搜的 结果也就比较明显了 肯定是有人在背后进行操控 所以问题的焦点 自然也就出现在了黄磊和孙丽 这对夫妻的身上 有很多网友对他们进行一些攻击 说黄磊和孙丽两个人吃相太难看了 买个热搜还买得那么明显 还有的说黄多多现在这个年纪 也不是进去娱乐圈的年纪 这两个大人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过度营销的代价就是满屏幕的尴尬 不知道两位家长看了这些网友的评论 内心是怎么想的 至于他们到底有没有买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买的 理由上面也都说了 首先黄多多的热搜 看上去根本满足不了一个热搜的条件 都是不痛不痒的信息 所以就选的这个热搜 非常的尴尬且刻意 如果不是黄磊夫妇买的话 我真的想不出有其他理由了 其大家长态度不同 就是孙力所发送的这条视频 我个人觉得也没有任何登上热搜的必要 黄磊真的想让女儿出道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自从爸爸去哪儿这个综艺节目结束之后 就一直成为大家口头上讨论的话题 大部分明星爸妈都觉得上节目 只是为了可以和孩子多一份甜蜜的回忆 节目结束之后 还是希望孩子们可以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就比如说林志颖在节目结束之后 基本上只会在夫妻两个的网络社交平台上 看到孩子们的影子 有的时候还会将Kami的脸直接用马赛克遮住 但是相对于其他家长而言 黄磊和孙力夫妇好像对这样的情况 从来都不避讳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多多的成长情况 而且还曝光了大量的照片 分享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分享的量太多了 而且总是能够让网友找到一些细微的热点 那就能明显地感受到他们的刻意了 就比方说多多染了一个头发 换了一个头发的颜色 打了一个耳洞 个子长高了 腿变得非常修长等等事情都能够上热搜 我们将这个问题再进行深入研究的话 会发现在多多照片中出现的某一个微博中 她穿着一件紫色的衣服 看上去她是染了紫色的头发 和这个年龄段显得有些不相符 但其实就是一个软广告 重点还是她身上的那件衣服 就连妮妮曾经都为这个衣服代言过 仅仅过了一个月之后 多多头发的颜色就直接变成了金黄色 随后又变成了蓝黑色 人家年纪也不大 这么做弄难道真的是她自愿的吗 而且我觉得黄磊和孙丽夫妇非常的奇怪 像打耳洞这样的热搜放出来之后 他们其实是要面对很多网友的苛责的 虽然他们解释不想要限制女儿的天性 让她能够随着自己的想法快乐地成长 支持进入娱乐圈 越阻止就会越叛逆 所以自己才会同意她的耳洞 并且同意多多更换发色 如果这样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之后的各种操作也让我有些看不明白了 如果按照人设的方式去进行分类的话 一开始黄多多的人设是叛逆少女 再到后来很多都是颜色 就是发色百变的小公主 结果到了去年的四月份左右 黄多多再次变成了健身达人和学霸代表 什么亲手设计芭比礼服 制作成品衣服 用流利的英文阐述整个制作过程 随后还进行了烘焙蛋糕制作 多彩冰棍等等小活动都上了热搜 网友就觉得黄磊好像担心 大家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多优秀一样 黄磊和孙丽曾经在媒体的话筒前直接表示 自己还是支持女儿未来当一人的 还表示女儿在演戏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一点我是相信的 从她现在开始排练话剧 并且演出效果不错的现状来看 如果她进军营世界 黄磊数不尽的资源 会是她在娱乐圈屏幕天下的第一步 黄磊还表示 如果自己女儿未来的工作和她没有关系的话 可能还会觉得挺失望的 这仿佛表达了父亲对孩子的爱 但我更希望这份爱并不是刻意 也更能够证明 相对于其他几位当年参加 爸爸去哪儿的孩子家长来说 黄磊的态度和他们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自从爸爸去哪儿录制结束并且上线之后 几个孩子以及孩子的父母在热度上 就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 基本上所有的家长在节目录制结束之后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上平常的生活 节目的录制就是为了能够留下一份甜蜜的回忆而已 然而黄磊和孙丽夫妇两个却并不这么认为 他们希望女儿未来可以进军娱乐圈 并且黄磊还说 如果女儿以后的职业和自己无关的话 会觉得有些失望 如果进军演艺圈就会非常高兴 也许这就是黄多多为什么能够频繁地出现在热搜上的原因 人家未来是真的要混娱乐圈的 含着金汤勺出道的他们很容易忘乎所以地飘起来 比如张默 房祖明 因此如果他们不能及时端正自己的态度 总是认为自己天生就是高人一等的话 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被人所喜欢 而且一旦他们开始站在高处服侍众人的时候 他们就会陷入一个懒散的状态 因为别人抢破头的资源 可能只是他爸爸勾一勾手指就能得来的 就拿陈飞宇来说 出道至今他参与了不少影视作品 甚至还有我和我的祖国之类的主流大制作影片 他的时尚资源和曝光量也是同龄 同妻的小生望尘莫及的 可即便如此提到陈飞宇 大家对他印象还是停留在陈凯歌儿子上 至于他有什么作品无人问津 所以说新二代更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 努力去冲破父母的光环 而不是一味地背靠大树好成梁 这样长此以往被大众抛弃也是早晚的事 总而言之娱乐圈是现实的 或许出身名门确实能给你带来短暂的香花和掌声 但以后你是否能一帆风顺 还是要看你的真本事 这样想一想 黄磊孙丽为什么这么过分地扶持多多 也是情有可原的了 但是还是像上面所说 多多的发展上限究竟在哪里 他的未来将会如何 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 花磊还是要靠他自己才能创造 Bahn郎 这种数捧带